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关于PCB焊电设计 是否会影响到VGA焊接品质的工程问题 论坛上面有网友询问VGA焊点过往的回汗炉后 发现有气泡产生 到底SMD与挡SMD焊电设计的哪一种表现会比较好呢? 照例的要先跟大家推荐一下 工作熊也有写电脚制造相关的个人部落格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网址为www.researchmfg.com 另外也有写英文部落格 网址为mpe.researchmfg.com 在正式进入讨论以前 工作熊想先来闲聊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滑鼠好像是越来越不耐用了 我最近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新买的L牌滑鼠用了不到半年 按键就开始出现连点的问题 本来我也没有太在意 反正滑鼠坏了就换新的 也不是很贵 但神奇的是 我这次同时买了好几只滑鼠 结果前后都用了不到半年 它们居然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了连点的问题 这就让我有点受不了了 于是我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搜寻解决的方法 结果发现真的有一堆人在YouTube上面分享如何更换滑鼠的围动开关 延长其寿命的功法 但说真的拆滑鼠不难 问题是换围动开关就没那么简单了 如果没有洗洗的工具 要拆下围动开关还真的有点给它麻烦了 后来我在PTT上面看到有人分享一个妙招 只要在围动开关作动的两只银角中间 接上一颗0.1麦克法拉到1.0麦克法拉的绿波电容 就是比较靠近围动开关正面白色或者是蓝色暗鸟的那两只脚 这样子就能增加按键的Debounce Time 减少云内躲动而产生的连点问题 到工作熊录音为止 我已经在三只滑鼠上面焊接了一颗0.1麦克法拉的陶石电容 效果还不错 用起来也一切正常 也没有再出现按键连点的问题了 如果你也有碰到同样的问题 不妨自己试看看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一只只有200块钱的滑鼠 那就直接换一只新的就好了 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这是论坛上面一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 问题有点长 所以我就稍微的认识了一下 让他可以更容易的理解 网友问道 我知道PCB的焊电设计大致分成了SND与浪SND两种不同方式 对于BGA焊点过完回焊炉后气泡的产生 个人很想知道哪一种焊电设计的表现会比较好 于是我自己查了一些资料 网络上面的说法普遍认为是让SND的焊电设计更有利于焊接时的气体排出 然而我也查了革命老师编著的电子组装的可制造性设计一书 里面却有明确的提到 在5000焊接中 SND焊电设计有利于气体的排出 可以减少空洞现象 这不仅让我觉得非常的矛盾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 根据我的经验 在PCBA的实际生产中 我们经常会在同一颗BGA的焊电上面 同时看到有SND与SND两种设计 让SND的焊点回焊后的气泡产生确实会稍微小一些 而最近我们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 我们有一款产品 BGA的锡球间距是0.4mm 焊电是SND设计 回焊炉后 有时候因为焊点内部的气泡够大 导致了焊点膨胀甚至短路 所以我就想到 或许可以将焊电改成让SND设计会好一些 但又怕没有充分的理论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指教 以上就是这位网友所提出来的问题 内容虽然有点长 但归结其问题不外乎下面两个重点 第一 BGA焊接后产生了气泡 吹脏了吸球 导致雨临近的吸球短路 第二 PCB的焊电设计有分成SND与SND两种 这位网友想要知道哪一种焊电设计 比较不会在BGA吸球内产生气泡 我们先来看看论坛上面 网友们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意见好了 之后再来说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我也有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 第一 大多数的网友都认为 让SND焊电设计在BGA发生的气泡 要比SND来得少 这一点与工作熊的经验符合 后面我会再做更详细的说明 第二 有网友说这么小的BGA 它们一般是不允许在零件的底部 以及附近位置设计有大面积的铜皮 与湿印框的 因为它们会影响PCB的表面平整度 导致喜高印刷量不稳 至于原理这位网友则不算清楚 另外BGA干板开成圆孔会比方孔更稳定一点 第三 后来有一位比较有经验的网友跳了出来 帮忙回答了第二位网友的问题 说明适应问题是需要依据BGA的引脚间距来考虑的 当引脚间距比较小的时候 主焊层的厚度对其焊接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所以多数会建议让SND焊电 最好连BGA的试音框都不要印出来 如果是那种需要焊电尺寸相同的设计 则焊电不可以设计在大铜皮上 如果是引脚间距比较大的BGA 主焊的厚度影响就相对比较小 可以考虑使用SND焊电设计 因为其露露出来的焊电尺寸会比较稳定 而且还比较能够防止焊电从PCB脱漏的问题 以上是网友们提出来的一些比较有意识的建议 不过好像并没有真正回答到这位苦足问题的核心 下面工作熊来说说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在开始讨论以前 还是得花一点时间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SMD与朗SMD焊电设计 免得有些朋友听得一头雾水 其实SMD与朗SMD是两个英文字的缩写 分别代表着Solder Mask Define和朗Solder Mask Define 它们主要是用来区分PCB上面焊电的形状和大小 是由铜箔来定义还是由防焊层来定义的 也就是逆漆 简单来说SMD 防焊定义焊电就是靠防焊层的开孔 来决定焊电的形状和范围 也就是防焊会覆盖在铜箔的上面 防焊上面开了多大的孔 就摟露出来多大的焊电 而朗SMD非防焊定义焊电 则是靠摟露的铜箔部分来定义焊电的大小 所以防焊的开孔会比焊电来的大 因此有时候朗SMD也会被叫做铜箔定义焊电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什么是SMD 予党SMD 可以参考下面工作熊以前写过的几篇部落格文章 以及YouTube的影片 关于前面有网友回答说 撕印会造成席高印刷量不稳的问题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确实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这是因为撕印的厚度会顶起钢板 增加了钢板与PCB表面的贴合间隙 也就增加了印刷的席高量 不过我碰到的状况是第一供应商与第二供应商所提供的PCB 撕印厚度不一致所导致的 一些对焊席量比较敏感的零件 比如Findpitch或者是0201尺寸以下的零件 可能就得多加留意了 如果PCB只有一家供应商 这种问题应该比较容易控制 只需要针对席量印刷比较多的焊电缩小钢板的开孔就可以了 不过比较好的方法应该是要统一定义撕印的厚度 免得哪天PCB供应商自己心血来潮变更了撕印的厚度 或者是我们哪天换了一家新的PCB厂 同样的问题又会再上演一次 至于大面积铜皮可能造成席高量印刷不稳的问题 个人觉得这应该与撕印类似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容易出现在有铜皮与没有铜皮交接的位置 只不过铜皮对席高量的影响应该是固定的 因为PCB设计的时候就会规定使用铜皮的重量 也就是厚度 不同板厂生产出来的铜皮厚度基本上也比较一致 只需要针对该PCB做钢板开孔的调整就可以解决了 另外,让SMD无法设计在大的铜皮上 因为让SMD为铜箔限定 好了,以上是工作熊对论坛上面热心网友们所回答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 下面我们就来针对苦主的问题来提供一些个人的看法 苦主说,耿明老师在电子组装的可制造性设计艺术中提到 S&D焊电在5,000焊接中有利于气体的排出 老师说,工作熊自己真的没有看过这一本书 所以无从得知这个结论是怎么下的 不过,这种结果与大部分实作的结果不太一致 推测这可能是基于某些特定的制程工艺和材料组合下的实验结果 如果可能的话,建立苦主要提供该文章的理论根据与详细内容 要是可以一并提供苦主公司的气泡照片则会更好判断 正常来说,让S&D焊电没有防焊层覆盖 会暴露出焊电周围的垂直铜面 提供了更大的焊息润式面积 这种设计可以让焊料更自由的流动与扩展 应该有助于气体的排出 因此在焊接的过程中 让S&D焊电设计应该更容易减少气泡的产生材队 而且大多数的研究和实验经验也表明 让S&D设计在改善焊电品质和减少空洞方面有明确的优势 特别是在VGA封装的焊接当中 另外,基于苦主提到的0.4mm间距的VGA 焊电为S&D设计 如后,偶尔会看到有焊接气泡导致变大 形成短路的情形 这种情形应该是无法借由变更S&D与浪S&D焊电设计来获得改善的 只能说这两种焊电设计对气泡的改善效果差异深违 而一般会造成VGA吸球吹气中空脏大 通常是焊电下面由导通孔、填孔设计所导致 一个可能原因是Dimple太大了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使用了树枝塞孔 加热的时候气体会从Dimple或者是树珠塞孔中溢出而导致气泡 苦主在看过了工作熊的回复后 有了互动 而且还附上了许多的照片与资料 这种友好互动的感觉真的很不错啊 值得鼓励 我们当然也得用心的回答问题啊 苦主不仅提供了短路的S-ray照片 也提供了空板的照片 还提供了该VGA的一些尺寸规格 甚至连耿明老师在电子组装的可制造性设计艺书中 关于S&D焊电在5000焊接中有力气体排出的证据都提供了 苦主更补充说明说 从实物上他无法判断PCB的焊电是否有导通孔塞孔 钢板厚度为0.08mm 开孔为0.21mm方形导原角 PCB的厚度为0.7mm 没有使用过炉载具 回焊炉的恒温区大约88秒左右 温度峰值为247度C 回焊的时间大约是60秒 焊接后的气泡在8%以下 虽然未保存当时的相关照片 但是有两侧炉温 而且观察焊点呈现原论 此晶片的型号为TCS4525 是一款WCPS20的封装 在规格书上没有找到该吸球直径的资料 但是通过贴片尝试查看 该物料的吸球尺寸为0.28mm 板子上还有其他0.4mm间距的吸球直径 则只有0.24mm 这个尺寸比干板开孔的尺寸明显大了不少 应该也可能是气泡产生的一个原因 此片干板有做过优化 优化前的开孔为0.25mm 但是短度的比例非常高 当时确实没有注意过 是否是因为气泡所导致的 就直接开新的干板做了收孔处理 看到了苦主这么配合 而且提供了更多的资讯 我们当然得给予鼓励 以下是工作熊根据新的资讯 所提出的进一步的回答 不过我还是得强调一下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内容或许会有偏误 需轴情服用 SMD焊电设计的同波焊电 会与防焊重叠 理论上对细间距 也就是Findpitch的BGA吸球 在喜高量的印刷上 会比较不好管控 因为防焊会电高干板 使得喜高的印刷量变多 因为干板被电高 就相当于是增加了干板的厚度 而SMD焊电设计 所揉露出来的焊电大小 则比较规整 相对于朗SMD焊电设计 在有线路连接进出焊电时 所造成的焊电形状的不规整 反而又比较可以透过干板开孔的大小 来控制洗高量 其制程工艺上又比较容易受控 只能说 SMD与达SMD真的是各有其优缺点 而看过苦主提供 关于耿明老师 在电子组装的可制造性设计一书中提出的 SMD焊电在5000焊接中有利于气体的排出这句话 因为书中并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 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理由与理论根据 就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老师说我个人真的很难判断其结论 所以个人还是对这个观点持保留态度的 因为与大部分的事实不符 至于需求气泡的问题 一般来说如果是0.4mm间距的VGA 基本上是不太会使用机械砖孔或数字填孔的电镀制成的 而比较会使用镊射砖孔或电镀铜填孔 如果是电镀铜填孔 则比较不会有气泡问题 建议可以直接询问PCB板厂 在VGA焊电上的VR-impact是何种塞孔作业 另外回焊炉中如果开有氮气 也可能会使得锡球中的气泡集中 吹涨锡球 这是因为氮气会降低锡粉的表面张力 而无法有效支撑液态焊锡 这会导致气体在锡球 这类焊接过程中更容易聚集在一起 而形成较大的空洞 但是氮气对那些用锡量比较少的焊点 则有利润湿的扩展 另一个原因是氮气会增加回焊炉内的压力 使得气泡不宜从锡球中逃逸出来 总结以上想要解决这个VGA短路的问题 个人建议在不影响锡焊接品质的情况下 要透过实验方法来减少锡高的印刷量 如果有SPI建议要针对有问题的VGA的析高量做严格管控 记录容易短路焊点的析高印刷量 并与回焊后的品质做比较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个比较好的制程参数 故事说到了这里 整个讨论串也大概结束了 苦主也接受了工作熊的建议 并回复说他们会再开一张新的钢板 尝试缩小开孔来减少锡高印刷量 并跟进追踪 不过到目前为止 工作熊并没有接受到任何后续的品质改善 与否的反馈就是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绝对的答案 工作熊的看法也不一定就是最正确的 而苦主所碰到的BGA洗衣球中空摧战不良现象 也还没有一个真正合理的原因解释 或许你也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也或许你有自己的看法 非常欢迎你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对电子制造有兴趣 非常欢迎订阅工作熊的YouTube 以及Podcast的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最好可以在Apple Podcast频道上面帮我们五星留言推荐 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工作熊的节目 你也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中找到所有的相关连结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 拜拜 最后工作熊今天录制的声音有点沙哑 因为有点小感冒有点咳嗽 所以就多多包涵咯 拜拜